佛陀在我们心中 加持苦心修心心 永远都是我们 感动 慈悲 一份爱 那天佛陀的圣诞 一个弟子上香的时候 菩萨对他说几句话 弟子走一下 师父您休息喝个茶 谢谢师父 今天是本尊佛陀 乘到支假日 希望弟子们以佛陀上 教诲谨记 慈悲为怀 教化众生 弟子们可以回顾佛陀 一生统统可以领悟佛陀 教化众生的真谛 会让弟子们受益悲浅 在修行路上会少走弯路 以佛陀的慈悲 大爱为榜样 教化众生 让众生脱离苦海 末法时期 众生造业深重 不得解脱呀 听着你师父来到人间救度众生 有的姻缘不报上天 很难坚定信心 修成正果 退转之人 这是让为师心痛 着急呀 你弟子想问是 弟子可以回顾一生佛陀 从中可以领悟佛陀 教化的真谛 请问师父 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是什么 教化真谛离苦得了呀 叫你们看破这个世界 古空无常啊 这就是佛陀 教给我们人生的真谛啊 人间的真谛就是苦啊 空啊 到最后空啊 一辈子苦啊 到最后空啊 还有吗 就是活在无常当中啊 叫苦空无常 这就叫真谛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也感恩佛陀把佛法带到人间 对啊 真的也要感恩师父 您师父 解脱了呀 佛陀给我们解脱了呀 佛陀多好啊 是的 是的 真的 是的 可怜哪 就是说啊 师父在2016年释迦摩尼佛成道之开始 如果今天大家有戒杀戒严实读 不诗 诵经 诵经 今天的功德比平实 善法功德要多出上千百倍 宵夜 非常 非常迅猛 请问师父 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做同样的善事和功德 得到的善事和功德 是体平实的千百倍 是这样吗 师父 是啊 为什么知道不了 你想想看佛陀的出家是普天同庆啊 普就是指我们人间啊 天就是天上啊 普天同庆啊 你想想看下来多少菩萨来看我们人间啊 你那天拼命的努力的话 我问你 领导在的时候 你给领导看到了你工作和努力 说不定哪一天领导心里一想 这孩子挺好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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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功德了 你就 掉位了 调职了 这还不懂啊 好 疼疼疼 看师父 师父 还有哪些日子 对 还有哪些日子 有这样的效果呢 师父 哪是效果呢 像你们这些孩子 就要投机取脚 平时就要好 到了菩萨的时候 那叫临时抱伯脚 听不懂啊 平时就要努力 到了初一十五啊 关心菩萨的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啊 对不对啊 那些大菩萨的日子 你都可以 啊 你比如说过年了 年初一了 那你不是展现 最好的方法了吗 就是不出去的话 你在家里 你跟大家普天同庆 跟大家 学佛人在一起的话 过个年也开心啊 对不对啊 是的 大家谈谈 谈谈那个体会也好啊 人不要 要看哪个地方的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是的